我們剛剛看到那個畫面 非常非常的激烈 這整個在現場一片大混戰的狀況 那到底怎麼回事 已經變成了內戰 那內戰的狀況 為何如此複雜 現在緬編 還變成了這個中國在背後 所謂的代理人之爭 一場大混戰了 到底狀況如何 我們來請教施聰哥 對 沒錯 事實上剛剛也至於講到說 有出現這個爆炸案 那這爆炸案是發生在十一月二十四號的時候 當時是怎麼樣 是因為有中國的一些車隊 這個要進入 從中國要進入這個緬甸 約莫整個車隊 大概有258輛左右的車隊 結果沒想到 其中大概有120輛左右被攻擊 而且你看就造成大火 你看這個大火衝天 非常嚴重的一個狀況 那大概約莫目前傳出來 大概有十多個人受傷的一個狀況 裡面包括說有中國的司機 有中國的工人等等 然後聽說 甚至還有傳言說 有中國的司機在這個混戰中間 被這個就罹難了 但是無論怎麼樣 這看在中國的眼裡 當然非常生氣 我的車隊 而且還不是我中國軍方的車隊 這是聽說是中國的貨車民間公司 要把緬甸人採買的東西 要運到緬甸從中國進去 結果沒想到被焚毀的一個狀況 誰下著手 對 中國當然很生氣 因為整體的損失 大概是60萬到100萬左右人民幣 但損失是少 但是有人員受傷跟傷亡 當然中國要求說 你這些到底是誰幹的 你跟我講出來 但是目前為止來說的話 緬甸的幾個武裝勢力都沒有說 都不承認說是我們幹的 這為什麼這樣 因為目前為止在緬甸北邊 這邊交戰有幾個部分 一個就是說反叛軍 有些是同盟軍 國桿同盟軍 這個是誰 在後面做北斧 這個當然是中國 中國不是丟了武器給同盟軍 你就起義 起義去打誰 打地方軍 地方軍就是五大家族 詐騙集團 但是地方軍是誰在支持 地方軍後面是政府在支持 所以到底是誰主導 因為第一個 不太可能是中國做的 但是也不太可能 目前為止中國的立場是說 他們不認為是同盟軍 因為同盟軍就是我中國支持你 而且同盟軍在很多地方來說 他其實是有放給中國 譬如說他可能遇到 中國人多的地方 他攻擊就不會那麼多 他還要去保護當地的中國人 真的是說他攻擊 這個五大家族的時候 他攻進去的時候 他是圍困老街 他沒有打進去 他是圍住的時候 那說 讓你們自己投降 中國人就跑出來吧 這樣一個狀況 所以他其實是保護中國人的 所以中國目前不認為說 是同盟軍幹的 那就是政府軍囉 要嘛政府軍 要嘛就是那五大家族的人 這個支持者幹的嘛 那到底是誰 當然不知道 不過這件事顯然 讓中國非常不滿意 於是他在 這個爆炸是十月二十四號 再隔一天起來說 南方軍區就說了 我們陸軍的相關的部隊 在十月二十五號 要開始在中國跟緬甸的邊境 要進行所謂的實戰化的訓練 那為什麼這樣說呢 因為他們裡面 當然講非常多 他說因為中國跟緬甸的邊境 長達兩千公里 這裡面有非常多 複雜的人事的關係 還有複雜的 民主的衝突在這邊 然後再加上說其實中國為什麼要管緬甸 因為緬甸是中國一帶一路 特別是往南邊 一個非常重要的這個國家 包括說他 他在南邊腳飄港的這個投資 甚至是他在中國跟緬甸中邊 有一個叫中緬的這個經濟走廊 那如果你去這個緬甸北部 你就知道說 其實這個地方跟中國的關係 是千絲萬縷 為什麼千絲萬縷 其實我們在節目上有講過 過去我們不是講過說 很多中國人在這個地方 這邊周邊有很多賭場 賭場就有很多中國人經營 另外一個我們不是常常講什麼賭域有沒有 賭域其實也都在這邊 所以其實本來這邊就有很多中國民眾 然後跟這個緬甸當地的民眾 混居在這裡 對 長期相處 但是長期相處來說 這一次等於是說什麼 把可能雙方的很多不爽就爆發出來 我就講嘛 中國支持緬甸同盟軍 那地方勢力來說的話 是這些所謂的緬甸政府軍在支持 這裡面本來就很複雜 就你看這一次中國等於是說 你點燃了這一把火 所以現在緬甸的 這個同盟軍就有這個 你看緬甸民主同盟軍軍事委員會的通告 通告第一點就是說 叫你還留在 留在緬北的中國籍人士 趕快回去 感覺他們要爆發大規模內戰 對 因為有可能 這個很多當地民眾就會認為說 那就是中國搞的 中國解放軍你在背後支持同盟軍 那我們當然就是 如果我們要幹掉同盟軍的時候 那可能中國民眾就變成是人質 對 我們看到這些畫面這些都是在當地的一些華僑 他們自己傳出來的畫面 他們就是那種扶老蜥幼 有的是抱在手上的北鼻 然後他們想要跨越這個邊境 但是他們都過不去 因為解放軍打 那也不讓他過來 對 沒錯 我們就講嘛 中緬邊境有兩千公里 兩千公里來說 現在在北邊 其實不是只有在目前為止的果敢 甚至在旁邊的散邦 很多地方都已經有這個地方勢力 沉積起來打政府軍 所以緬北跟中國境內 打了一片混亂 那所以當地有非常多的難民要逃到中國邊境去 那中國逃到中國邊境去 因為目前為止 中國邊境跟緬甸邊境 其實中國大部分都有圍起這個護欄 就類似鐵絲網架起來的 所以你看中國說法是說 那是因為我們現在網路上看到很多照片 就是說可能中國在攻擊那個難民的 這個狀況對不對 那中國說法是說 沒有 那是因為難民 他們跨越過這個鐵絲網護欄 我們把它驅趕開來 對 但是那些都是華僑啊 因為對中國來說很難分辨 我跟他講 因為緬北民視來說的話 他們很多都是漢族 就是說其實他長得一模一樣 而且他們當地人也講中文啊 所以一模一樣啊 但是你根本無法分辨 所以中方說法是我們反正過來 我都給你驅逐招 驅逐開來 你看那個煙霧彌漫 他們自己派出來 他說那都是小小孩子 然後老人家 但是解放軍是用這個催淚瓦斯 把催淚瓦斯直接炸他們 但是問題是很多人就說我是中國人啊 但是問題是對解放軍來說 他現在沒辦法分辨這些 除非說他們 他們現在有開一些所謂的 合法的進出口讓你出來 如果你通過這個地方 你是有護照 你當然可以過 他沒有護照他可能就叫你回去 那就難民的說法說 他們不是 我們必須說這是難民的說法說 他們不是只有在 我們跨越國國才攻擊我 他說解放軍還會深入到 他們緬甸的邊境裡面 裡面的說很多難民 躲在這個地方 他們丟這個催淚瓦斯進去 那當然就是目前為止 雙方說法不一致 但是我們我也不知道 哪一邊說法是對的 但是無論如何 告訴你就是目前為止 緬北的經濟的局勢 是相當混亂的 所以你要採用 同盟軍才會有公告 就是說你中國人 你最好趕快逃吧 否則你在這邊會有生命危險 對我們看到了這個中國 明明他本來把這個緬甸 感覺掌控在手中 政府軍也是他在背後支持 那這回打詐騙集團 還又去支持了同盟軍 所以之前有人講 這叫做中國他的代理人的內戰 但現在這個內戰越演越烈 很嚴重 有人這樣形容 叫做中國的後院失火 好